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知识分子也只有他 他的名字叫做傅斯年 他是台湾大学校长 后来死在任上面 因为他是当年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领袖 所以呢他在49年以前 他是已经是全国知名的人物了 49年以后 两岸的知识分子都被打压 傅斯年是唯一的例外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早就死掉了 他跟蒋介石还蛮有一点点交情 虽然呢蒋介石对他也不满 这是一张照片 当年抗战胜利以后 蒋介石到北京去 傅斯年那时候 替胡适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他们两个人在文天祥的这个文成像词面前 一张照片 到了台湾来以后 有一天 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 到台北的松山飞机场 要下飞机的时候 蒋介石跑到松山飞机场 去欢迎李宗仁 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 蒋介石坐在沙发那里 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 傅斯年怎么坐 在沙发上面 翘着二郎腿 拿个烟斗 就这样掉到这里 这样子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 其他的满朝文武 全部站在旁边 围在旁边 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 只有傅斯年 敢这样子叼着烟斗 翘着狼腿 跟蒋介石很从容的讲话 就凭这一点 大家得知道 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就拥有一个知识分子 在你蒋介石面前 我可以敲二郎腿 我可以得烟斗 这是很不容易的 争取到的这种立场 可是傅斯年有这种气魄 最后傅斯年写了一句话 叫做硅谷于天恒之岛 他知道他会死在台湾 果然死在了台湾这个岛 当然呢 吹牛说是天恒之岛 天恒之岛是有五百个意识都自杀的 台湾有这种意识吗 当然没有 傅斯年死在台湾 可是这里面呢 有一个奇怪的插曲 就是台湾的知识分子 后来胡适回来 胡适比较温和多了 其中有一个就是英海光 台湾大学的教授 这些人都死掉了 在我眼里看起来 胡适和英海光 是我在台湾55年来所能看到的算是可以赞赞美的知识分子 其他的人不够看 傅斯年死得太早了 那再看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我只有照镜子就看我自己 今天我跟大家讲个开玩笑 大家可能对我不满意 就是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老在节目里面自大 大头正 喜欢吹牛 喜欢炫耀 喜欢显摆 喜欢臭眉 为什么你老犯这个毛病 为什么老这样子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要演戏给你们看 为什么要演戏呢 这什么地方 这是电视 你们看那些电视节目 在理论上 在事实上 这是个表演业 所以我又不要做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我要板着脸或者一本正经的给你们讲话呢 我可以随我高兴来给你们讲话 不就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不这样 为什么这样子 你看我这个穿衣服就知道了 大家看 我穿这个衣服服不符合规格 完全不符合的 我告诉你 小挂怎么穿 请大家看照片 这是1918年 北京大学文科哲学文的 第二次毕业的这个照片 这里做的就是校长蔡元培 这个就是陈独秀 这个呢就是梁肃明 我一个人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冯友兰 冯友兰是学 两个绣筒都这样穿法 换句话说呢 我这个马挂穿在这里啊 这个扣子就扣起来 一路靠到底绝对不能这样了 张开的 这个袖子绝对不能卷 袖筒多长就多长 绝对不能卷 凡是卷袖子 前面打开的 只有一种人 就是上海的流氓 上海的帮会里面的 青帮 老大 才这个打扮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李奥 我李奥的打扮就是上海的流氓的打扮 为什么这样子啊 我的好朋友 陈兆基先生 在美国 一再告诉我 他说啊 不要这样穿衣服 你在电视里面怎么搞这个打扮呢 怎么转个白袖子 中间还开口了呢 我跟赵基说 我在演戏 你不要搞错 我现在是变成演艺人员 我在表演 因为我在表演 就可以 开玩笑 就可以 说我所高兴的 就可以 炫耀 就可以吹牛 不是吗 宋朝的诗人 陆游 一首诗 我念给大家听 老子武士不虚拍 梅花乱插 乌金香 尊前作句 莫香笑 我死诸君 思死狂 老子啊 就我 跳舞的时候 你们不必给我打拍子 梅花乱插 古代的女人头上插花 男人头上也插花 所以梅花乱插 乌金香 这个黑 黑的 梅巾的 还有气味的 香的 我在你面前 作剧 跟你演戏 跟你开玩笑 在电视面前 用电视的节目 跟你开玩笑 莫香笑啊 你不要笑我 你不要笑我 为什么呢 我要死了 朱军 你们 吃死狂 想我想的发疯啊 就是这样子啊 我明天 后天就要去医院去 三个月来就要回诊 回诊 重新检查我的癌症 如果我有癌症 我要死了 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不就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这个年纪 随时就会走的 你随时会想我 想的就会发疯 不就这样子吗 你理由为什么这样子 逗呢 我不能够跟你们 很严肃的讲话 第一个 有人绝对不会讲话的 美国南北战争时代的 打胜仗的格兰特将军 后来做了美国总统 指挥千军万马 打胜仗 林肯总统发他一个讲章 把他请来 当众发他讲章 叫他致达词 讲不出话来 为什么 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 可是看到一群人 他不会讲话 口才烂透了 如果我口才这么烂 我能干这行吗 不能干 中国的了不起的 工程师 詹天佑 盖田录 可是 甘天佑 甘天佑说 我盖铁路 可以 平随铁路 那么难开的铁路 我都可以开 可以建造 你叫我当众讲话 比建一条铁路 盖个铁路还难 为什么 口才不行 美国的哲学家 杜威 在中国来的时候 我父亲 北大的学生 听过他讲演 怎么讲啊 像个死人 纪文一样 那样讲 一点都不生动 然后呢 忽然停下来了 他看着你 你看着他 干什么 忽然有个词 一个 他 他想不起来了 或者他觉得 这个词 要换个说法 他站在那里想 讲演停下来 他要把他的话 很准确的讲给你听 忽然想不到 这个准确的字 或者动名词 或者动词 他也停下来不讲 请问 这种人 能够在凤凰电视 做节目吗 找到呗 我们的好朋友 刘长乐赶走了 不是吗 为什么我能在那干这行 因为我表演给你们看 你怎么知道是表演的 你们不了解 我举个笑话给你听 大家看 看我这四个字 叫做转脸打背 什么叫做转脸打背 我告诉你 中国的精细 怎么来的 是最早最早 是傀儡戏 什么叫傀儡戏啊 傀儡戏 拿线 打着这个傀儡 眼给你看 那个手挂着这个 下段傀儡 傀儡能动 后面 你们替他讲话 这个 操线人替他讲话 能够动几个呢 两只手 只能弄两个人嘛 两个傀儡 打架也好 只能两个人嘛 大家第三个怎么办 第三个来出现以后 就把这个傀儡啊 头一转 放在后台 放在布帘子前面 这叫做转脸打背 然后第三个出来 第四个出来那么慢 咋把一个人 转脸打背 所以你看傀儡戏啊 打来打去 他没有那么多人 因为上面只有两只手 这个规则 后来演变成 就变成精细 精细是从南方传过来的 就变成中国北方的精细 精细里面特色 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转脸打背 就是一个人在说的时候 又出来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 他说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看精细里面 五家坡 在说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人呢 他就转过身去 好像戏台上 没他这个人一样 让你说够 他藏起来了 可是并没有下台 他还在戏台上面 这叫转脸打背 我觉得最好看的 最好玩的 就是西方的这种歌剧 歌剧就不会转脸打背 男的唱 女的唱 男的唱的时候 女的就像傻瓜一样 在旁边这样听 听的苦恼不是说 你的口臭 或你的口水 都跑到我鼻子里面 跑到我脸上去了 听的苦恼是说 我听了你唱 我不想怎么办 无所措手足 很囧 如果这个女主角 或者男主角 在你唱的时候 我可以转脸打背 就不会这么窘了 让我休息一下 所以我一看到 这个歌剧 我就看到 他们不会转脸打背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成见 就是搞得 对唱的时候 一个人唱 另外一个人在旁边 傻瓜一样 看就很难过 这就是转脸打背 我只要站起来 摆背对着你 这个节目还能做吗 不能做 为什么呢 我转脸之后 没人替我 站在旁边 我打背 也没人替我来接替 翻来覆去 就是我一个人 我在这儿 干什么 就是这样子 任性胡为 为什么任性胡为呢 这是场戏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认真 有的我看到 有人在批评我 说你得要自大 喜欢吹牛 喜欢捧自己 喜欢说着有点 疯疯癫癫的话 干嘛 演戏嘛 觉得好玩嘛 不值得那么认真 为什么今天 我把这个底 写给你大家看 就是告诉大家 我看到有人 很严肃的态度 来责备我 认为你又吹牛了 吹牛的吹牛 什么了不起啊 中国那个基本观点 是错误的 就是人谦虚 当你过分谦虚的时候 你不是谦虚 你是虚伪 过分的虚伪 当你觉得 你真的能够 能言善道的时候 为什么不赞美你自己啊 像西班牙 了不起的画家 达利 他讲什么 他每天早上起来 我都好高兴啊 为什么好高兴啊 发现我就是达利 我就是这个了不起的画家 他每天一睡醒 我又弄 我就达利 就好高兴 就好像我李敖 我就是李敖 一睡醒了 我就是李敖 我很恶心 当然这是吹牛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而他有他吹牛的本钱 因为他有一套画他在画那些妖魔鬼怪的画 他有那个本领啊 我李敖在这个电视台上面啊 东说西说 大家知道吗 我唯一的小抄就是看这个字 一般电视台不是这样子的 前面有那种字幕提醒你怎么样讲话 啊 你看报新闻的 报道那些新闻的 前面都有那种跑马灯一样字 他走啊 然后你等于看他的字就可以讲出来 我前面 一片黑 我不能做鬼啊 全凭 自己这样讲 所以你就知道 这是高难度的一行 我李敖坐在这里啊 别人抢不走 为什么抢不走啊 你没有我有学问 一般人很多人很会表演 可是他没有学问 有的人有学问 有的学问这样的 你有什么用呢 你讲话要想字 那怎么行呢 所以我跟大家说 看我的节目啊 不要那么认真 所以今天呢 我是用这种流氓的打扮 给大家看 我看过有 左卫有学问的人 上一集里面 我跟大家谈到了 富斯年 北京大学的 当时五四运动时代的 学生领袖 在国民党刊物里面 我们看到了啊 看到没有 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 北大学生 段锡鹏 段锡鹏 罗家伦 富斯年哪去了 富斯年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不是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的刊物里面 就变成罗家伦 我生而有幸 我很有趣 因为我出道的很早 所以我认识了五四人物 话不说我认识胡适 我也认识罗家伦 罗家伦后来投降国民党 或者投奔国民党 做了清华大学校长 做了考试院院长 然后罗家伦在台湾 又做了国事馆的馆长 有一次他跟我聊天 我一看他就等不住笑 什么原因呢 我一想起来 当年他做大学校长的时候 学生们给他念的一首诗 描写他的 我给大家看 罗家伦 一身猪熊狗 又看到这 又像猪 又像熊 又像狗 长得一副怪像 一身猪熊狗 两眼观世才 三角吹白拍片 四位里一连 又无耻 他跟我聊天 我一直忍不住来笑 这是当年的 了不起的 北大的学生领袖 可是当你投降了国民党 当你投奔了国民党 当你投抗了国民党 你就不值钱了 最后在节目里面 谈到了傅思念 他们同时代的学生领袖 傅思念一辈子 他总算做到了一点 就是他不加入国民党 大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 不简单 能够消极的不加入国民党 就是了不起 我李奥在这里张牙舞爪 我有我的本钱 我告诉你们 我李奥一辈子 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 什么国民党 什么民进党 什么甚至推我出来的 做新党的台湾地区 四年以前 作为总统的候选人 我都不是新党 我一辈子没有加入过任何党 这个一点就好不容易 看起来没什么 你试看 你消极的不作为 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是国民党的时候 你不是国民党就很麻烦 古话说 有之不必然 无之必不然 你有了不算什么 不必然 无之必不然 没有就不行 你没有国民党的党政 有了国民党党政 不稀奇 因为张三李四 左邻右舍 每个人都有国民党党政 国民党比野狗还多 并不稀奇 可是你没有这个党政 张三李四 左邻右舍都开始怀疑你 你就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大家不要笑 我李奥一辈子 没有任何党的党纪 好难 高难度 尤其我想串起来 是高难度 所以罗亚伦这批人 当年的学生领袖 后来 失掉了自己 这是 没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我在跟大家说 为什么 我看不起 北京四大不要脸 之一 郭莫洛 为什么看不起 就是 这家伙实在是太肉麻了 所以我也 一再讲过他 太肉麻了 有人说 环境所必 不得不肉麻 不然 我也讲过 北京大学的教授 也是 北京大学校长 马银出 就不肉麻 人家就可以站在第一线 不肉麻 还不是这样子 所以可是 当然我们承认 这个难度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难度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居然有人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 大家看看 这个画面里面 这个 蔡元维 陈独秀 梁肃明 梁肃明 就不肉麻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年他跟摩托东 怎么顶嘴 怎么要抬杠 这很可惜 这个人呢 虽然不肉麻 可是脑筋的糊涂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有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叫做熊石利 他恨蒋介石 早上起来 拿着报纸 一看的报纸上 有蒋介石照片 一团 然后就塞到自己裤子里面 长了叉 我曾跟大家讲过 两次这个故事 熊石利 就骂这个梁肃明 说什么呢 说你这个笨蛋 所以梁肃明 虽然不肉麻 可是他是个笨蛋 那有的人呢 肉麻 又肉麻 转来转去 这个冯永兰 就是个例子 他是国民党 后来 就倾向于共产党 最后又转过弯来 他长寿 又把他哲学史改写 所以呢 这家伙很有趣 他的哲学史 还严格讲 写了三遍 一遍是符合国民党路线的 一遍是符合共产党路线的 老了以后呢 又比较有回归符合自己的路线的 所以呢 冯永兰也是个怪人 他的长寿 使他能够不断的修正自己 所以我刚才讲过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代表你的一个正确 头脑好 又骨气 这是高难度的事情 我李奥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呢 我很不幸 我脱离了知识界 没有人认为我是学者 我也不甘于做学者 所以呢 我变成什么 我变成一个演艺人员 我在这里 你们从演艺人员的标准来看我 看我如何 演这个戏 在这个台上 给你们演这个戏 大家哈哈一笑 在哈哈一笑里面 得到一点清楚的 一些知识 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 感谢观看